中国近期的降准和降息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,刺激经济增长。 降准可以释放更多的流动性,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,从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。 降息则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,刺激投资和消费。 然而,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会带来一些风险,如可能导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等非生产性领域,或者引发通货膨胀等。 因此,如何平衡好刺激经济和防范风险,是当前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 据北京时间2024年9月28日报道,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,中国政府近期宣布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,包括降息、降准和下调房贷利率。 这些措施旨在提振经济增长、稳定房地产市场,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有利的融资环境。 政策背景,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、国际贸易疲软和地研政治冲突等多重条件下,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。 为此,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采取降息和降准措施,以释放更多的流动性,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。 具体测试,首先降息,将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0.25%至3.65%,五年期的下调0.15%至4.45%,这一举措旨在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还贷压力,刺激投资和消费。 第二,降准,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.5%预计将释放约9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,这将增加银行的放贷能力,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。 第三,下调房贷利率,针对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利率,分别下调0.2%和0.1%以减轻购房者的还贷负担,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。 市场反应,政策宣布以后市场反应非常积极,股市迅速翻红,上涨指数上涨2.3%,深正指数上涨2.7%,房地产板块表现优位突出,多致龙头股涨停。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,这些政策措施将有效提振市场信息,促进经济扶苏。 专家怎么看呢?经济学家李明表示,这些政策是积极的对策,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。 降息和降准将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有利的融资环境,而下调房贷利率将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。 过季经济学家张华则指出,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, 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,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未来展望,尽管这些政策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积极的效果, 但专家们也提醒,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充满挑战, 中国需要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的同时,灵活应对,外部风险, 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去发展。 那么咱们下面做个小节,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, 显示了其应对经济挑战的决心和能力, 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,市场信心有望进一步增强, 经济扶苏的步伐将更加稳健。 那么希望这个新闻稿能够满足你的需求, 如果你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,不需要更多的细节, 请在下面留言,谢谢你的收看。